您知道,为何舍利弗和穆建莲会想要在佛陀之前入灭吗? 佛陀曾向比丘们开示其中的姻缘。 佛陀说,他们爱人并不只是今生想要在我之前入灭, 在过去,他们也是如此。 久远以前,在北印度,有一个叫贤石的大城, 城中国王名叫月光。 月光国王具有天眼,能知宿命,身相光明,犹如满月。 在他的治理下,贤石国丰饶富足,人民安居乐业。 不但如此,月光国王常行布施, 希望普天下的众生都能如他受用其等,富贵庄严。 那时,南瞻布州的众生纷至踏来,各个所求皆满,如愿而归。 一天,朝堂上一片愁云惨雾。 原来,一位较迟地的宰相,前一晚做了个噩梦。 梦中,月光国王的头被恶鬼夺去,四体分散。 此话一出,群臣惊讶,原来,所有人都做了这样的噩梦。 一个婆罗门说,这一定是会有恶人来讨要国王的头。 一位名叫大月的宰相,当即命令能功巧匠,用七种珍宝造一颗宝头。 如果有人来讨要国王的头,就用这颗宝头代替。 群臣慌乱之际,月光国王却镇定如常,他公告天下, 尽我寿命,施语众生,不得间断,求着供给而无法少。 消息传到遥远的香醉山中,那里有一个大婆罗门,名叫恶眼。 他当即决定下山,并说,我这就要去那咸石大城,让国王把他的头给我。 恶眼的心念,被守护贤石城的天人知道了,向月光国王预警道, 有个恶人,从香醉山来,想要你的头颅。 大王,您要保护好自己,不要听他的呀。 月光国王文言,不忧烦喜,感叹道, 善哉,这是让我圆满不失波罗蜜的时候了。 天人见劝说无果,就找到宰相大月,让他想办法。 不久,恶眼来到了咸石城,想要进王宫向国王索要头颅。 守门的天人见他神情丑恶,不让他进去。 月光国王摇之起头之人已经到来,下令不许阻拦。 恶眼正要大摇大摆地进宫,被宰相大月拦住了去路。 大月说,婆罗门,大王的头血肉所成,终归是要坏烂的, 你要它何用?我这里有颗七宝做成的头, 还有其他各种金银珍宝都给你,可拥保你子孙富贵。 恶眼婆罗门傲慢地说,我就是想要国王的头,并不想要珍宝。 说完,禁止向月光国王而去。 他礼拜国王,合掌请求道, 听说,国王,您慈悲哀鸣一切众生。 我远道而来,只是想要您的头而已,希望您怜悯我,欢喜不失。 月光国王答道,请你不要嫌弃我的头。 他骨髓浓血,皮肉相连,我马上就把他给你,满足你的愿望。 说着,国王解除王冠,就要把头给恶眼。 大月和池帝两位宰相,不忍心见到月光国王这样死去, 当即自尽其寿,生大饭天。 这时,恶眼婆罗门又说, 大王,您若是要把头布施给我,最好找个洁净的地方呀。 国王说,我有一个花园,名叫摩尼宝藏,非常庄严。 去那里把头布施给你,你意下如何? 好啊,我们快快去吧。 于是,二人来到花园中,月光国王站在一棵无忧树下, 对恶眼婆罗门说,你来把我的头截走吧。 可是,大王,您不自己把头截下,而是让我操刀。 这就不是布施了,这时,守护花园的天人都看不下去了,怒斥恶眼。 你这个大恶人,月光国王慈敏一切,利益一切,你为什么要这样害他? 月光国王阻止天人,请不要这样说,我今舍头不求做转轮王, 不求升天,不求做魔王,不求做帝氏,不求做梵王, 只为求得无上正等正觉,让还没有受到教化的人回心受化, 让已经受到教化的人速得泄脱,让已经泄脱的人圆满到达究竟彼岸。 恶眼婆罗门说道,王舍内财甚为稀有,于未来是速成佛道。 在他说话间,月光国王将自己的头发细在无忧树上,自断其头。 听到这里,比丘们都被震撼,沉默不语。 佛陀接着说,那时的月光国王就是我, 大月和池蒂两位宰相,就是舍利弗和穆建莲。 恶眼婆罗门就是现在的提婆达多。 因为这样的因缘,舍利弗和穆建莲想要先于佛而入灭。